郭德纲为了小儿子上小学 放弃了打拼20多年的北京和玫瑰园别墅 选择在天津顶居 每天还亲自送安迪去学校 郭老师您和王怀老师 是不是现在又应该常住天津了 对呀 因为那个 郭麒麟他弟弟已经在天津上学了 自从老二一上学 我们太棒了 天天七天起 送完他坐在那儿 吃各种早点 可是同样是他亲儿子的郭麒麟 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大林无论是上学还是家长会 他爸从来都没出现过 在天津时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 哪怕到了北京回到父亲的身边 老郭也没有想过弥补自己有所亏欠的大儿子 反而都是徒弟替他参加家长会 父亲回去参加家长会吗 怎么可能呢 我小的时候啊 我奶奶一开始去参加 后来奶奶身体不好 然后爷爷去参加 后来我到北京上学就变成我师哥去参加 我爸我妈一直对我在学校的表现不关心 就连初三选择退学时 所有的手续也是杨河通去办的 郭德纲真的忙到这种程度吗 他在台上提起两个儿子时 也是不同的待遇 说郭麒麟时永远都是小时候的教育有多严厉 你需要上次子 这么大的孩子把他所有的自尊全部打掉 我在家里把他管好了 远比他出去人五人六的 让别人啪一大嘴巴打完回来我心疼 有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宠的都没人样的 我就心疼 等着吧 倒霉的日子在后头 但是提到郭芬阳 都是讲述父子俩之间相处的小趣事 大林用生子当录郭麒麟的成绩 成就了郭德纲最好的作品 也被他之前的挫折教育教了份打卷 但是他不知道 他因以为傲的打掉孩子所有自尊 给大林带来多大的伤害 这个采访如果放在15年 你会发现我会卑微到泥土 我会恨得趴地上跟他说话 因为我从小到大接受的这个教育 挫折教育偏多 然后导致我确实有点 甚至说是自尊心有点自卑了 尤其是看到郭芬阳手上一个小小的镯子 都要八万块 作为相声界最赚钱的德云社手奔主 还买不起房 多少有点讽刺 明对大儿子他就是严父 在他家的所有徒弟 吃砖住行待遇都比亲儿子好 在自己的家里连个单独的房间也没有 这跟教育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大林在成年之后搬出去住 跟这事脱不了关系 房子虽然是租的 但是也算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你这个地方不是你买的房子 对 其实是我租的房子 因为我不是北京户口 纯粹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这样的 没钱就说没钱的兄弟 就不丢人 郭特刚老说儿子不回家 想他 可普通人家的孩子大了 父母还愿意逃空家底给买房子 他拥有着数不清的产业 却没有给郭麒麟属于自己的一套房 偶尔回家看看 还被弟弟问你来我们家干嘛 这样的情况下 郭麒麟不想回去 完全可以理解 而面对小儿子 他俨然成了慈父 郭芬阳在家里边 因为我也不总在家 我也是出去忙去 所以有时候好歹在家了 我也舍不得说他什么 无论到哪里演出 安迪都会和妈妈一起拍照 他爸在舞台上演出 他直接拿着糖就送上去了 而且还将舞台当作自己的游乐场 在上面跑来跑去 小儿子撒开天性的玩闹 他从来没有想过 孩子需要高压摧残才能成才 甚至当众宣布 郭芬阳为天津德云市的经理 虽然是玩笑话 可宠宁孩子的心思暴露无遗 就连让小舅舅吃自己的臭臭 也说一笑就过去了 自己要拉个臭 必须要喊小舅舅 快来呀 快来吃了吧 你说孩子怎么气人呢 我走了走了 我怎么走了 这一出门他在后边 快点回来 凉吧 这桃啊 但是很可爱 张和伦曾在采访中 无意爆料过一次 郭芬阳不认识他 却喊他儿子 这样的事 从来没听到郭德纲有所批评 要是换成郭麒麟 一定是不一样的结局 其实老郭溺爱郭芬阳 还有一个原因 妈妈王会在其中扮演的是 严母角色 所以算得上 老来独子的郭德纲 就安心的做起了慈父 原来原生家停的痛 真的会伴随一生 郭芬阳虽然让郭德纲骄傲了 但是他童年的意样 却会伴随他一生 没有我 他这套教育方式 就他对我的这套教育方式 放在别人身上 他没法 对 我成就了他的教育方法 昨日少班主告诉你 学历和教养真的毫无关系 中中一夜的郭芬阳 只是免疫 我必须生了 我必须生啊 他还按照 这就是四种 然后再加上有六个面 四个二十四 二十四乘十一 二百六十四 可以啊 你这个数学 脑完了 我已经脑完了 秦林刚才这个思路是最 东京做能力 真的犯思者本饭了 不止 你看一期节目90分钟 对啊 多三组人 准备一人才三十分钟 对啊 一人三十分钟 你屋里观察室 你得聊五分钟 才二十五分钟 二十五分钟 直路还得站五分钟 所以一期才二十分钟 对啊 然后它十二期 我们要录十二天 等于一天一期 一天拍一天的量 最后减出二十分钟 残读局者 见显高景上 三星的博士 对 从本科到博士 都是清化的 道家说老子一气化三清 希望这一气呢 对你来说是气势 也是气乐 谢谢 这不就是口吐莲花的 最好学士 因为很多老前辈 都教育过 人家到现在 觉得五十年六十年了 人家还在不断地学习 其实我们这行业 就是不断地学习 所以我们这差很远 从他的身上 可以看到 郭老师的影子 想继承这牌子很简 少班主行 无所谓 大伙都捧着你说 都叫你少班主 但是想要 在在他的这后面 再做些什么文章 我觉得很难 那你想做什么呢 可以这么说 我透露很多 我想干嘛就干嘛 现在所以得感谢我父母 你可以永远相信 少班主的三观 长一段时间 大众对于最强大脑们 都有一些个偏见 都觉得 他们应该是 把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这个学术研究上 从而忽略了 自己的外形 如何如何的 真的捣着捣着都很好看 孩子不会关心 我爸爸到底 有没有去拿冠军 我爸到底怎么会 我爸去了就很厉害 大林干得起 一声少班主 一开草就是行走的知识库 里子里的梨 这叫什么 梦 笔子是 签 梨是 胚 难怪都说 生 我觉得这是应该做 大林如今 完美诠释了老郭那句话 可以没有文凭 不能没有文化 可以不上学 不能不念书 直到看见 郭麒麟 碾压整个内鱼 才明白 郭德纲当年 真的没有做错 特别严格 是很苛刻 天下爹娘 没有不疼孩子 你宠着 外部那些人 不是全是他心灵 你把他骂够了 他出去之后 就没有人在骂 则新二代 目前没有人 能与郭麒麟相提并论 在事业上 也是最成功的一杠 作为德运社的少班主 他没有因为身份 去欺压过师兄弟 老的他很善良 他不像一个新二代 他如果是一个 容易嫉妒的人 我们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也没有因为是 郭德纲的儿子 而百烂很老 反而选择脱离光环 去影视圈闯大 从解放了 庆余年到坠序 才到如今 热播的平凡之路 他用自己的能耐 摆脱了郭德纲 儿子的前拽 当初在拍摄 解放了爆破的片段时 因为倒具失误 郭麒麟一秒钟 直接被炸飞了 触目惊心的商口 从鼻梁一直延伸到演讲 险些被毁容 就这样 他还不忘安慰其他人 甚至为了不耽误 其他演员的进程 想继续往下拍 还是导演当机立断 让他赶紧去医院的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郭麒麟 靠自己一点点的努力 成功从一名相声演员 转型为实力派演员 并且凭借追续中 宁易一绝 只要接触过他的人 都是清一色的好评 除了靠演技 敲开了影视圈大门 他也凭借能说会道的嘴 和十八盒的大脑 在综艺圈混得风生水起 他说话幽默 又不是格局 当郑凯提起李晨练情史时 场面差点受不住了 郭麒麟一句话 机智就长 虽然在他初三就辍学说了相声 但是知识储备 在他的年龄段难与对手 无论是历史古典 还是现代文学 他都能娓娓道来 在与魏大勋范成成 一起参加节目时 他直接可以应骗导游了 一张嘴都是行话 六千多这很正常 这一看这就不是纸的 这是那种拿布做的 风风摇摔 对然后上面还有这个亮晶晶的 撒筋 这怎么贴笔 我不会贴笔 还知道这玩意都是 撞大林枪口上的 也要算是饱满 饱满 我怕斩卷 哇塞 这些用材真的好久 哪怕是和年龄比的大的人 一起参加博物馆时 他也能为大家随时解疑答话 张嘴就来的数学口算速度 很多高材生都比不上吧 正方体它有六个面 如果展开成一个平面图形的话 它有多少种展开方式 空白正方体有十一种展开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 每一面都是独特的 没错 六个面的图案都不一样 又有多少种展开方式 这就四种 然后再加上有六个面 四六二十四 二十四乘十一 二百六十四 可以啊你这个数学 老王了 其实这一切都源自于他爸 对他的眼里要求 我儿子虽然说 初中毕业之后 没有再继续问学 可是你要知道 我家的书房比这个去长大 你说的出来的书 我在我家里就拿的 过来给你看 可以没文凭 不可以没有文化 可以不上学 不可以不读书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在学校读 在家一定要读 如果在学习上说 郭德纲是严厉 那么对教养上 简直是苛刻至极 以至于多年过去了 依然有很多人 都为郭麒麟抱不平 在我家里 每天十几个徒弟都来 郭麒麟到今天都是如此 吃什么先点问 爸爸这个我能吃吗 不行 他们吃完你再吃 你家里面有其他的外人 你不能觉得 你比别人高一头 但是不得不说 郭德纲确实没有做错 因为郭麒麟成了 新二代的标杆 不知道当初 成龙邀请他 参加龙马精神 是不是想弥补一下 没生个郭麒麟 这样的儿子的遗憾 虽然郭德纲的挫折教育 让他收获了最好的作品 但是也把儿子 从自己身边推开了 没有自己的毛巾 没有自己的牙刷 没有自己的床 没有自己的房间 那不是客人是什么呀 爸我妈朝夕相处的 徒弟们比起来 我确实是 你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确实是个客人 都知道我是谁 但具体 你对这个家有多熟悉呢 我不熟悉 我连这东西在哪 比如说让我拿什么 我都不知道上哪拿去 我半天就看见我儿子了 他在这儿碰见了 好好好 太好了 其实郭德纲之所以能成功 也同样是因为 这个儿子是郭麒麟 换成郭芬扬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没有我 他这套教育方式 就他对我的这套教育方式 放在别人身上 他没法 只有放在你郭麒麟的身上 他的结局方式才能 对 我成就了他的教育方法 但同时他也成就了 我的三观建立和人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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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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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